那看完这个乘法的尾分公式 我们就来看练手规则 练手规则是组合 那f of gx f of gx是什么意思 如果 gx是2s fx是x平方 那f gx就是f2x 对不对 那也就是 4s平方 OK 所以这种组合的 你要小心 那如果 gs是10的x次方 然后fs是logx 以10为底 那这样f gx会是什么 10的s次方再取log 对啊就回到s对不对 有没有了解这边 OK 那譬如说gs是3s好了 fs是3分之1s 那f gx是什么 3s嘛 f3分之1s 两个又回到原点s 想得透吗 好 好 OK 那 所以我们在算的是一种组合式 那这种组合式呢 我们要看它的微分是什么 那微分根据那个练手规则 上面的练手规则 其实它是底g分之底f 辅成底x分之底g 那这个证明呢 要很严格 必须要 有点麻烦 但是我们在这里呢 会稍微 稍微没有弄那么严格一点 因为 比较不严格的话 证起来 试词会比较短 比较好证 所以我们先暂时用不严格的版本 那底x分之底f gx 那就是 一样嘛 把定义式带进去 定义式是什么 limit delta x 趋近0 delta x分之f of g of s加 delta x 减掉f gx 对不对 OK 这定义式 那定义式这里呢 就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那f of gx加 delta x 我到底 该太复杂了 对不对 有点复杂 那所以我很难直接这样算 那我们先定义一个东西就是 把gx用u来代表 gx加 delta x 用u加delta u来代表 OK 这样子的话呢 会比较容易想 所以如果我用这个来代表之后 我就直接写u了 就delta u分之f u加delta u减掉fu 然后乘以呢 delta x分之delta u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都是delta u 所以它会消掉的 所以最后还是这一个试词 OK 那接下来呢 因为两个东西相乘的极限式 就等于两个极限式相乘 那所以你就把极限式放进去 这又是刚刚的那一个极限的极限的那个 拆开 成绩的组合 然后 当你把它拆开之后 然后这边呢 就变成limit delta u趋近于0 因为delta s趋近于0 delta u也会趋近于0 所以就变成limitdelta u趋近于0分之delta u fu加delta u减fu 乘以这个delta s分之delta u 那这个delta u不就是这个吗 不就是gx加delta s减gx吗 所以又还原了 那这边呢 delta u OK 所以 这个 这个不就是 delta u分之delta u吗 这个不就 delta s分之delta g吗 delta s分之delta g 因为我们说gx等u 所以就是抵s分之delta u 但是这个证明不够严格 我们在中间有一些变数代换 那这个变数代换呢 是把一个函数的值 却代换成一个u 把g of s加delta s代换成u 这样代换行不行的通呢 这样代换有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万一g of s加delta s减g of s是零 也就是说它那一段是水平的 那就会造成除以零的问题 所以呢就要定义一个q的函数 这个q的函数可以用来 避开除以零的问题 那这个 如果你有兴趣 点一下这一个连结 后面还有一堆 更长的证明 但是那部分我们就 不再看了 我们大致上知道说 这个不严格的证明 到这边 就够了 那至于更详细的证明 要很严格的 请你点进这个维基百科的连结去看 那我们今天就先不看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sin s的微分公式 那sin s的微分公式 如果你今天已经学过 太勒展开式的话 那会变得很简单 但是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学过 太勒展开式 所以我们要印证 印证又要回到定义 这就比较麻烦 d s分之d sin s 就是limit delta s 趋近于0 delta s分之sin s 加delta s 减sin s 这根据定义 根据定义 好接下来呢 这里有一个神奇的代换 这个神奇的代换是 sin s加delta s 它就等于sin s cos delta s 加上cos s sin delta s 有没有人想起 这个属于高中的哪一个 部分 三角函数里面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公式 如果你把s想成a delta s想成b 你可能会比较容易想出吧 sin a加b 就等于sin a cos b 加cos a sin b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公式 合角公式哦 那合角公式各位应该高中有证明吧 用那个画图吧 对不对 我们后面有这张图啦 但是等一下我就不讲解 合角公式到底怎么证明了 你回去看一下图你就知道 如果你想不起来的话 那所以把它带成合角公式 诶 这样子我们就有机会去证明这件事了 如果没有合角公式的协助 我们要证明这个还是蛮困难的 有了合角公式 OK 你就有了一个 一个可以证明的立足点 现在我们把这个东西再拆 拆成什么呢 你看sin s 因为这里有一个sin s 这里有个sin s 这边是cos s 所以我们把第一项和最后一项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然后把sin提出来 所以就变成sin s乘cos delta s-1 OK 那这一项就单独出来 放到这里 好 这样看得懂 好 看懂了之后呢 那因为sin s跟delta s没关 对不对 因为一个是x 一个是delta s delta s是指那个很小的值 s是指那个s的点的那个值 所以它们两个是没关的 所以呢 我把sin s提出来 只有里面有delta s像的 你没有办法提出来 没有delta s像的 你可以把它提出来 好 把它提出来之后呢 OK 这边是不是变成 limit delta s趋近0 delta s分之cos delta s-1 OK 那这边呢 一样cos s提出来 因为它跟delta s没关 所以cos s提出来 limit delta s趋近0 delta s分之sin delta s 好 那这里就有个问题了 这里的问题是 这里的问题是 这一项是多少 那这一项又应该是多少 各位觉得呢 delta s分之cos delta s-1 cos0是多少 因为delta s很小嘛 对不对 所以它趋近于0 delta s趋近于0 cos0是多少 cos0是1 1-1呢 0 但是在delta 有delta s 还除了一个delta s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不能够直接说 它一定是0 对不对 delta s0啊 变成一个0除以0的式子 对不对 0除以0是没定义的 0除以0到底是多少 其实要看你两个 两个式子到底上下各有多小 举个例子好了 如果我今天说下面是delta s 上面是2delta s 它是不是0除以0 是啊 下面是delta s上面是2delta s 那它是0除以0没错 但是它的结果是多少 2 对不对 分母的话是delta s 分子是2delta s 那结果是2啊 但是呢 它也是0除以0 对不对 因为它两个都趋近于0 是0除以0 同样的 如果上面是3delta s 那下面是delta s 那它会是3 所以是不一定的 0除以0不一定是什么数字 了解吧 在极限式里面0除以0 那这里呢 极限式的0除以0呢 有一个重要的法则 叫罗毕达法则 这个后面才会讲到 但是为了要这个证明呢 我们先把它拉出来用 罗毕达法则 它是说0除以0的情况 当你碰到0除以0的情况呢 你的办法就是再为分吧 再为分一次 那去计算 那所以当我们碰到这个 我们想知道像这一个试词 delta s分之sin delta s是多少 那我们因为是0除以0的试词 0除以0的试词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让它再为分一次 再为分一次的结果呢 s的为分是1 sin的为分变cos 所以这个试词会趋近于1 对不对 1分之1嘛 1分之1就不是0 0分之0了 所以是1分之1是确定是1了 OK 0分之0才会有问题 那同样的这个呢 它既然是0除以0 就再为分 再为分 cos的为分是负sin 所以变成1分之0 所以它是0 1分之0 OK 好 那所以呢 我们知道 这个是1 这个是0 这个0拿掉 剩下这个1 这个1呢 那乘以cos 所以就cos 所以ds分之dsin s是cos 你中间要用到两个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是合角公式 第二个是罗毕达法则 但是罗毕达法则 还要在后面才会证明 好 所以当0分之0的时候 请记得可以用罗毕达法则 好 那这边有一个合角公式的公式 sinA加B 就是sinAcosB加cosAsinB cosA加B就是cosAcosB 剪掉sinA 那这个是合角公式 那这个合角公式的证明 像sinA加B的证明 可以用这种 画三角形的方式去证明 OK 好 因为 比如说这个角是A 这个角是B 好 那它的合角 上演是什么呢 哪一边处于哪一边呢 OK 那你透过这样子的编的代换 最后就可以得到这一个公式的证明 好 那合角公式我们就不再去看了 各位高中都看过 那回去如果真的忘记了 就课本拿出来再看一遍 就会 就会发现 从这里其实这个试词 我们也解说得很清楚了 但是我们这里就不详细再去看 各位回去自己看一遍 好 好 接下来呢 要来证明一些东西 就是比较困难的 1的S次方的微分 1是那个2.71828那个 自然指数的底 自然对数的底 那这个要证明呢 马上证有困难 它需要一个引力 这个引力是说 Limit H7均于0 H分之1的H4 次方-1会等于1 有了这个引力 你才有办法证明 下面的这一件事情 定理 那如果我们今天 你暂时说 假设说OK 有这个引力 我引力先不证 我知道说 这个引力成立 暂时假设它成立 那我们就可以证明 如果假设我知道这个引力 那我们就可以证明说 底S分之底1的S次方 等于1的S次方 为什么呢 底S分之底1的S次方 回到定义 就Limit 有些人喜欢用ΔS趋近0 有时候Δ很难打 对不对 Δ很难打 所以在很多像高中课本 或有一些其他微积分课本 他喜欢用H 用H 所以你用H趋近0也可以 只是你要 也要了解 H就是一个趋近0很小的数就对了 OK Limit H趋近0 H分之1的S加H次方 减掉1的S次方 这是带回定义了 H就是ΔS 1的S加ΔS次方 OK 所以这带回定义了 根据定义了 回到极限式的定义 问题是指数有个特性 就是某个数的A加B次方 就是某个数的A次方 乘以某个数的B次方 对吧 所以把它分开了 把它分开了 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时候两边都有1S 1的S次方 把1的S次方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 就变成这里剩下 H分之1的H次方减1 这里是不是可以用 H分之1的H次方减1 所以你把1的S次方 再往外提 提出来之后 就变这个形式 这个形式不就符合这一个引力吗 符合这个引力 所以它是1 所以它是1的S次方 证明完毕 OK 问题是这个引力 怎么来 你可以 我们这边不证明 因为这个引力的证明 跟微积分比较没有关系 但是呢 你可以用电脑去算算看 用电脑去算算看 你会得到这个引力的感觉 那我们 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关 R 有耶 R里面的 我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1的S次方在R里面有什么函数 ESP X ESPS是什么呢 好 我们来试试看 ESP1 没错 没错 所以它是自然 自然的指数 自然指数 那所以ESP的2次方 就变这样 OK 这是2.71828 OK 那 我们现在来算一下 刚刚这个式子 H分之1的H次方 减1 然后H呢 我们带一个很小的子进去 看看 所以呢 我现在H等于0.01 应该够小 那 所以呢 我 ESPH 看到 ESPH 减1 减1 然后再除以H 减1 括号 除以H 1.005017 有没有看到 所以它非常 这个数字会非常接近1 如果我今天让H呢 更小 那会怎么样呢 OK 它的精确度就会更高 H再更小 就1了 OK 所以这个你直接带进去 你基本上就可以得到它的值了 那至于证明呢 就是 就 就数学上 数学上 会比较麻烦 但是其实你直接用代词的进去 你可以观察到这个现象 OK 所以这个公式 你直接代词进去 基本上也算是一种实物的证明 但是不是理论的证明 OK 好 好 那这里 那这里 就请各位呢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查出这个证明 好 那接下来呢 链锁规则 我们刚刚已经证明完毕了 那这个东西会很有用 各位 其中考的时候 链锁规则至少一定会考一题以上 可能会有好几题 不见得故意考链锁规则 但是它可能会用到链锁规则 那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用链锁规则 那比如说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 1的s四方的微分是1的s四方 那我们想计算s的s四方怎么办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链锁规则 把s的s四方改写 改写 因为s就是1的lns四方 1的lns四方 不就回到s吗 那所以呢 1的lns四方 括号的s四方 那就会把s乘进去 乘进去 乘进去之后呢 你就看到OK 那我如果套用链锁规则 这不是 这个不是两项相乘吗 两项相乘 OK 那如果我说 我用链锁规则 我把这个s lns看成一项 我把s lns看成一项 叫u 或y u 叫u s lns看成一项是u 那所以我就会得到说 它的 根据它的链锁规则 那我就计算 底u分之底y 乘底s分之底u 那这边就是 底u分之底1的u次方 那底u分之底1的u次方 还是1的u次方 所以是1的u次方 那u是s lns OK 那这边是底s分之底u 底s分之底u u是s lns 所以呢 你就把这一个再算出来 那再算出来的结果 你这一个 这一个其实它又可以还原回原本的s的s次方 那这边呢 这边 两个相乘的微分 是不是套那个乘法公式 对 乘法公式是什么 前面纤维在乘以后面 加上后面纤维在乘以前面 OK 所以就变成前面纤维 1乘以lns 加上s乘以lns的微分s分之1 OK 所以呢 就得到了s的s次方 乘以这个 这个是1嘛 这个是lns 乘以1加lns 所以s的s次方的微分是s的s次方乘以1加lns OK 好 那你如果要算这种 这种你会很难算 但是如果你假设说s平方加2s 就是让它等于一个u 你就可以套用链锁规则 s平方加2s等于u 那lnu的微分是什么 u分之1 对吧 那s平方加2s 你再去做 套用链锁规则之后的那部分去做 所以呢 我们要算抵s分之抵ln s平方加2s 2s对 那就是抵u分之抵lnu 我现在令u等于s平方加2s 抵u分之抵lnu 乘以抵s分之抵u 那u就是这个 那这边呢 lnu的微分就是u分之1 那s平方加2s的微分呢 就是2s加2 OK 所以就变成u分之1乘以2s加2 那u是什么 u就是那个s平方加2s 所以变s平方加2s分之2s加2 就算出来 所以 链锁规则很 很好用 因为它可以让你在各种组合式的情况之下 利用链锁规则去拆解 那这边呢 像 我们要算f等于lns的微分式 那其实它是一个 它刚好是1的s次方的反函数 所以呢 我们根据微分式 抵s分之抵y y如果是1的s次方 抵s分之抵y不就是1的s次方吗 因为y是1的s次方 抵s分之抵y就是抵s分之抵1的s次方 就是1的s次方 这是刚刚才证明的 对不对 这个 刚刚才证明 好 刚刚才证明的这一个式子呢 ok 拿来 套用链锁规则来用 然后 我如果用抵y分之抵lny ok 抵y分之抵lny 因为其实s of y就是lny 我们把它倒过来 就是把这个函数呢 先转成它的反函数 然后再去套用这种 列索规则的方式 那抵y分之抵lny 就抵y分之抵s of y 然后呢 你可以把它 把它拆解下来 拆解下来 抵s分之抵y分之抵s 因为这是抵y分之抵s 抵y分之抵s 抵y分之抵s 就变抵s分之抵y分之1 那就1的s次方分之1 因为抵s分之抵y就是1的s次方 所以1的s次方分之1 1的s次方分之1 1的s次方分之1 不就是y 变y分之1 所以呢 所以呢 lns的微分是s分之1 因为lny的微分是y分之1 lns的微分是s分之1 好 那大概我们先看到这里 那我们就要来出一点习题 让各位呢 会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各位要会证明这些 微分公式 回到定义的方式证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要会用练锁规则之类的 这些微分公式 来算出某一个 比较复杂的 式子的微分公式 这个就不用证明 直接算就好 所以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要证明 从定义开始 证明这种微分公式 包含这种规则 还有像这种式子 第二个呢 就是要会使用练锁规则 来算比较复杂算式的微分 OK 像这种 像这种 比较复杂算式的微分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时间 10点42分 那我们来出几题吧 从哪里出呢 从我们的参考书出 我们从参考书里面 找几题出来用 好 参考书在哪里呢 各位还有印象吗 在 好 我可能没有把它 也放到这个字顶 yeah 好 参考书在这里 然后把它也贴到字顶页 复制 然后呢 我把它贴到我们社团里面的 教科书的下面 留言 这个是参考书 OK 那这个参考书里面 它有很多题目可以让我们用 那所以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我看我是不是已经下载了 有哦 我已经下载了 这个是参考书 的内容 好 那我们从里面找几题 习题来做 然后各位呢 其实 参考书里面 其实它本身也会有解答 那 那如果你更有兴趣 你可以多找几题来做 那我们现在就先到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岛数 然后 OK 这边有 它的 很多证明 其实有一些证明 我也是从这边 把它拿出来 教各位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参考 这些东西 然后 这边已经均指定理 所以 过头 好 那我们看这里有什么样的习题 分例 Exercise Exercise 这里 倒数 的 习题 这是连续的部分 然后 导数的部分 然后 那我们现在要看的是 导数的部分 好 DeriveActive 导数 来看一下 好 这边有 x 这个我们 刚刚其实有看过 这个 也有看过 那 sin 也有看过 这个 组合式 组合式 我们也看过 就是 OK 那 来看一下 Exercise 3.10 这个比较 有绝对值的会比较不好算 这个呢 这个有点太难了 找个简单一点 难道这里没有简单题吗 好 这一题 Tangent的微分 不需要证明 Tangent的微分 请你用微分法则 直接导出来 不是那种 就是说不需要从极限开始 不需要从极限开始 然后用微分法则去套 然后把它套出这个证明就可以 不需要从极限开始 了解我意思吧 那我把它放大一点 我把它贴上来 好 这一题 好 我们把这个图存起来 给各位做一题习题 好 我们把它传到社团上去 建立一个 应该是用相片 我写英文喔 因为这里的中文输入法的问题 明天新选择 好 我们把它设计 我们把它设计 第一个 我把它设计 等一下,好像这个图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看一下,OK,好,正确 好,所以呢 好,那你就证明一下这一题 好,证明一下这里 已经在社团里面了 那请各位试试看 它会对你综合我们刚刚所学的会有帮助 现在就证明